一身西裝背著後背包現身機場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 神情輕鬆 同行的還有大陸事務部主任林祖嘉 國家政策基金會董事長高斯柏 學者趙春山等人 十天九夜的行程 定調交流關懷之旅 我們繼續關懷在大陸的很多台商 台生一些台灣同胞 一行人搭乘中國國皇直飛北京 重頭戲在隔天會見國台辦主任宋濤 十號可能與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碰上一面 結束北京行程後 訪團繼續轉往南京 上海 武漢 重慶等地 與當地台商 台生及台胞座談 十七號從成都返台 我會見到宋濤新的台辦主任 至於其他的 我們一向的態度都是客水主編 政治上的一些話語 其實對我來講都不存在 我這次去我沒有任何政治的目的 刻意強調沒有政治目的 夏立爺深知此行引發不小反彈 尤其被形容是習近平國師的王滬寧 主管中共文宣系統 包括中美貿易戰和一帶一路 近期也被輕點破壞 取代一國兩制的兩岸統一新論述 甚至傳出在三月中國兩會 接替全國政協主席 接替汪洋成為設台第二把手 直接要見王滬寧 他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設計師啊 難道中國國民黨現在還在 對外界還在欺騙嗎 我們是反對黨 我們不是執政黨 我們沒有被授權 我們也沒有這個權力去談判 去諮商 我們不會因為一次的握手 一次的這個就完全就被 所謂統戰過去 繼去年中國圍臺軍演之際 夏立妍率團仿中 如今是逢中國間諜氣球事件 國民黨再度到中國 考量是什麼 在執政黨反對聲浪中 夏立妍頂著壓力登陸 堅持做國民黨認為對的事 新聞